干啥呢老铁啊 今天老弟啊 跟你分享一道下酒硬菜 这道菜要是给农村的 平时不杀猪你都吃不着 它叫机关油 咱们首先呢 用剪刀吧 将这个机关油 给它用淋巴给它剪掉 然后啊 将这个机关油 咱们改刀切成长一点的大块 再切一点啊 东北老爷们都还吃这大腰的 咱们呀 切的稍微厚一点啊 切太薄了的话 炸来当硬当硬的 它不好吃 再切一点猪连的啊 咱们改刀给它切成小块 老铁们 那你们知不知道猪连的是猪的身上哪个部位呀 这么些年我也没讲明白它是哪 把提早的机关油凉水下锅 多加一点八年的料酒去腥腥腥味 水开之后啊 焯两分钟 焯出血沫啊 捞出 这个水呢 咱们不要冷 把腰子和连的下锅再焯一下 焯出血沫 全部焯好之后啊 咱们捞出洗净备用 油温烧至六成日 下入空烤水的机关油 炸这个机关油的时候啊 咱们小心一点 太容易崩 中火炸至多炸一会儿 把这里面的油啊 给它炸出来 炸不出来的话 它不好吃 这碗油炸至金黄飘起之后 下入腰子和连的 接着炸 咱们中火慢炸 这个时候啊 咱们往里放一块葱和姜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去除油龙的腥味 要不然这锅油就白香了 用不了了 兄弟呢 玩快手一年多了 主要更新了五六百道的美食 如果你也喜欢美食 你就给兄弟点个关注吧 总有一道是你喜欢的 全部炸至金黄醋碎 给它盛出 出锅让散开点麻辣鲜 或者烧烤料 这小菜你就吃去吧 保证鞋都能给它喝丢了 不管你跟谁喝